接下來第八場 另一場的國際一級賽 跑了1600米的冠軍一里賽 頭尾的馬好狀態一點 配備轉變這場就沒有了 重化馬也有一隻高大威猛 但他也沒有這個超級有先出賽權 先在金彩60 星期二朝拍跳賣便便平行時空 也是兩隻馬的分數相差太遠 給了一個頭罩落草地輕鬆過頭 沒什麼問題 他換了腳又提示他 這些很有心機的教 反而我記得我上次都已經認為 那些馬系真是收斂了一點 反而對他現在跑還贏得厲害 幸福笑容 這些都是老對手 但他一再都是不夠一跑的 這隻幸福笑容 他跳下去OK的 他是立友一點 早上大步大步地攬 形態上跟一完全不同 好 風火戰區 後面那隻就是夏威夷 夏威夷是圓碌的身形 風火戰區也在實戰裡 真的都交過給你看 宿程原來這麼好 夏威夷那一貨大集 我都真的一般 這隻高大威猛走出面的 頭短他就在古老順風的後面 入到直路初才追上來 但我覺得他的勢頭就不是太強 這隻高大威猛 有時是漏雜呢 健康愉快 有時會困擾著那些馬 跳就沒有什麼特別不妥給你看到 不過還是跑法太單一 勝得精彩 這些在神操真的 貨貨都差不多 其實 貨21號招跳 即是昨天 你看看他之前跳 都是常常在最後那隻 早上不起眼 那場贏 有些馬塞 可能也有點關 你現在勁勃就勁勃 你現在勁勃又會不會 縮在後面 釘出去大愛當 不會塞了吧 不過我都覺得 我自己可能高估了這隻馬 好 看看加州星球的試襲 後面是煽露之聲 抄著中外當作翡翠精損 最後是刀鈴太陽加眼罩 很早已經逼他 或者是立了 這隻馬 這裏還要靠一邊 先看看前面 加州星球見了潘頓 入直路自己的馬都懂得做 都不用有什麼大動作 他自己已經順勢換到腳 輕鬆的 這麼高分的馬 煽露之聲 逆步逆吹在後面 撻著了 刀鈴太陽就追上來了 臨尾 加州星球 好看的 哪一隻贏都好 其實我覺得金槍60贏 因為你始終 別人的級數驗證很多 回到第八場 冠軍一里賽 雖則這一場 今屆沒有外隊參與 但香港這邊話題性都十足 因為我挺欣賞 例如加州星球那些大膽部署 其實他跑美場都可以 美場那些對手都害怕 但如果你相對這一堆馬 他跑美場的優勢更大 但你要留意 跑完打比的四歲馬 例如往年 你看路發展很多時 一出來對連掌馬 其實那個難度挑戰相當之大 你不要忘記他近期 贏來贏去都是同齡的四歲馬 所以這隻加州星球 如果他的賠率是會很接近 金槍60甚至熱過他 那你就要小心一點 我寧願選一 上次我和浩然都覺得這隻馬 其實是好的 金槍60 想不到他用了這麼主動的跑法 結果更加厲害 三號的夏威夷是一隻我不喜歡的馬 雖然他的級數 是差不多接近馬王的級數 他曾經殺低美麗傳承 但這隻馬是很失準的 這隻夏威夷 時好時壞 我就不喜歡他 所以有時就是談論一下馬性的時候 可能以前我記得 譬如印象中就是 金槍60是一隻 如果你頂得他不漂亮的口 他很容易騙大口 或者頂得很厲害的馬 因為那時年紀不同了 一陣一陣 他很瘋狂 跳出來很有王者氣派 但其實上一次 他已經是肯定不同了 就是射馬根本是 當時我都覺得 我偏向就是 這隻馬真的收斂了 但我真的想不到 他可以咬到一個這樣的位置 而可以直接 嘩一聲扔掉來贏 好了 你對比一下加州星球 當然不是說加州星球不合適 怎會不合適 那場馬其實體力都用了很多 其實我覺得那場馬 潘頓都跑到101分 都沒辦法這樣輸給你 但他要縮情 別人等這場馬來跑 1,600驗證 足夠金槍60 那你可以自己衡量一下 第八場賽事 不過都相當好看的一場來的 今天臨場再分析過 休息一會兒